嗨大家好,我是红乐,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刚刚SNK全皇15官方发布的二七堂红丸的游戏画面 没错,它是SNK全皇15公布的第三位登场的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较还是依然一如以往的骚起的,比较疯道的屁股 对,它的发型还是用了五金发酵明天要打理的这个发型 从招式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如既往的熟悉雷战拳小刀梯,包括他的粉红太阳梯,雷战拳,炒炸梯,雷光拳 那这是SNK全皇15公布的第三位出场角色 我们看看这个是第二位公布的角色,也是上周公布的明天君 对,军事长来自于中国,他是唐狐鹿的徒弟,对,来自恶郎拳中的那位唐狐鹿 全皇14里面也有登场,他在全皇14里面也是有登场 他的武器就是他的枕头,非常喜欢睡觉的一位少年 有点像之前那个一部老电影,睡觉的时候都用学武 我们来看看明天君是第二位登场的角色 那第一位发布的角色大家还记得吗? 没错,没错,第一位发布的就是全皇14剧性上的主角 也是全皇15的主角 就是,咱们看到非常喜欢戴着耳机这个非常冲二的少年,睡影 睡影也是唐狐鹿的弟子 他跟明天君,上面那个明天君呢,是师兄弟的关系 很多人之前也吐槽了睡影的这个人设 感觉比较的,有点乌语,让人乌语 那这三位角色呢,组成了全皇15第一只叹战的队伍 对,这个队伍名字就叫做什么名字呢? 官方把他命名为Hero,对 直立过来就是英雄队 那关于全皇15后血小剑,请大家关注黄哥的游戏视频 咱们下次再...